嗨,大家好,我是Andrew 歡迎回到Handle Fat 2 命運之首二 接下來的關卡呢 就是 獵人旁邊那一個 獵人旁邊那一個到底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戰車 是戰車啊 戰車要玩什麼呢 腐朽瘟疫在舊城區瘋狂蔓延 協助埃斯特雷亞和士兵 幫居民們找出逃生路線 好像蠻簡單的嘛 需要你的鐘擺 什麼意思 盡可能的擊敗腐朽者 尋找瘟疫的源頭 拯救無辜的市民來獲取營地物資 好 通常自動組牌 有一種 非常的期待的感覺 對 這個抗亡災造成延長的延長 甚至觸碰我 我的力量保持在海裡 但這些是 這就是 CALUS 嘗試了 馬力福爾爵士騎在馬背上 看了看他正前正後的士兵 城市已經瘟疫遍地 但乾涉的說 我們不能在這裡再損失一兵一毫了 他發出了最後的命令 我代表國王下達病令 準備撤退 關上城門 任何人不得進出 出路 太陽升起時燒掉這座城 燒掉 士兵毫不遲疑地沿著鵝卵石鋪陳的街道向西門前進 只有尚未沒動 他摘下頭盔 他露出了金色的頭髮 這頭髮似曾相似 摘下眼罩後 眼睛處有很多以前打仗時留下的傷口 他是皇城的帝國教練 他走向你和考伯卓恩 如果不阻止這個不公平的決定 很多人都會無辜送死 要救60個人 他解釋道 我要求你幫助我的人 在他們的搜尋中尋找公民 並護送出去 出老城 為什麼叫老城 你得快點行動 馬上就要晚上了 尋找並救出公民 並護送他們離開城市 可以問什麼呢 夜幕馬上就要降臨了 大家動作都快點 你是誰 我是飛奧雷 剛才想成飛雷 飛奧雷上尉 他舉了一弓 說我率領我的部隊 正趕往北方人的邊境 現在被召回老城區域 區區 準備前往首都 但是看來帝國趁我們離開時 忽略了他的子民 我們不會放棄我們曾經宣誓要保護的這些人 詢問計畫 我猜到了馬力福爾爵士的意圖 我的偵察兵早就做了準備 南西南方有個城門 瘟疫爆發的時候 這個城門是廢棄的 如果我們從這個區域清理復朽者 護送公民出城的時候 就可以獲得最小的阻力 城門嗎 這裡有個皇冠 瘟疫的事情 毫無疑問這是個可怕的悲劇 帝國只注重北方邊境 放任子民們沾染瘟疫 別再被人愚弄了 這不是一般的瘟疫 他讓那些被腐朽的人 心變得瘋狂和扭曲 把朋友家人戀人都變成無情的仇恨 和攻擊的工具 帝國擔心這種瘟疫可能會觸及更多人 這種擔心可以理解 但這個城市是很多人的家 他們沒有被感染 至少現在還沒有 今晚我要將這些人救出來 讓他們的靈魂免受瘟疫之苦 問問關於老城區的事情 老城區曾經是個世界的樞紐 很多大工匠大商人不遠千萬 不是千里是萬里 來這裡做買賣 現在也還有很多 但都是過去輝煌時期留下來的 現在的很多街道雜亂無章 加上這場瘟疫 很多道路都瘋了 可以獨自嗎 完成了 不要害怕 士兵們記得帝國的榮耀 會對他的子民表達他們的忠誠 我們在這裡說話的時候 我已經派出了偵察兵 去街道上尋找公民 給他們提供幫助 開始 我會派馬車跟著你 運送那些沿途你可能找到的農民 如果你夠幸運 他們會在途中給你幫助 搜尋街道殺死蟑螂瘟疫的人 道路清開後 我會下達命令 拯救出公民後 我會增加你在軍營中的選擇權 我會增加你在軍營中的選擇權 這兩條路有什麼不一樣嗎 這次是沒有看不到的 這次是沒有看不到的 感恩的公民 你碰到一群嚇壞了的農民 他們正瘋狂地尋找安全的地方 我們聽說帝國已經放棄了這個城市 他們哭著說 請救助我們 你告訴他們飛奧雷上衛的計劃 並提幫助他們坐上馬車 或就數加巴 非常感謝一個婦女一邊上車一邊說 我的食物不太多 但如果你們需要的話 我會很願意賣給你 營中有食物增多了 從這個街上 你可以看到另一些道路 這裡 燃燒的建築物 救人肉 他很厲害嗎 好 失敗了 只有一個 五回合 等一下喔 一個 好 好 繼續 欸 沒了 可惡 平起的街道被洗劫空 到處都是砸碎的玻璃 空空的貨架 服修者嗎 我記得是用什麼比較好啊 這有四隻斧嗎 斧頭類會比較好用嗎 試試看好了 伏擊 有四隻斧 紅色好像是失敗嗎 紅色不能用 交戰 所以要避開紅色 啊 失敗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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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錯 太早安了 耐心不夠 只是 服修者應該不會很可怕吧 我覺得 應該還好啊 戰士之服 感覺很強 警警是一種木製的工具 介紹這麼簡單 是不是有點 在這邊 我用被圍困的感覺 呀 慢慢來 一個一個幹掉 好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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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кра 呀 fee 呀 正 只能用幾下而已 獲得榮譽 盡可能救助二藻地 多年來的黑暗在死水中 以所有以死的東西發出濃烈的惡臭 眾所周知走這條路會使 旅行者一生都咳嗽不已 你透過迷霧看到一輛舊馬車 他的輪子都深陷在泥潭裡了 居民早已逃離或被沼澤地中的生物吃掉了 因為腐爛的木頭周圍的霧墜厚 所以那裡最有可能會種物品存在 你小心的在亂石和滾落的原木中 穿行朝著目標前進 厚厚的濃霧籠罩著你 又來了 還好他跟著走 你走到馬車上 發現一個舊箱子 這個鎖很容易從木頭上脫落 讓你能夠拿到裡面的裝備 應該要拿什麼 黑暗渴望是什麼 看一下 對一個敵人 更容易對復旧者造成擊倒 容易被躲避 無法被反擊 那 盔甲 兄弟會盜賊 那當然是這個啊 容易對他造成擊倒耶 還有路嗎 快往回走 這裡 快速穿越 趕緊英雄 衝過去救援 盡量 應該要救 救出他們吧 感覺這一把 不太一樣了 希望他 該不會有短短的介紹 對腐敗和疫病的味道抱有極大的渴望 呃 居民怎麼死那麼快 居民怎麼死那麼快 居民 竟然只剩一個居民活著 我失撤了 他們怎麼那麼容易死掉呢 這樣應該會影響到我最後的 有五個 嚇到我了 你來得正好 勇士說 你是勇士嗎 我快點不住了 我得 丟掉點裝備 他們現在對我來說 沒多大用處 你看看你有沒有興趣 買我的裝備 他可以買裝備的意思囉 發牌人移除了 腐朽者籌碼 飛躍雷尚未讓我們傳話 士兵進了 城門處的腐朽者都被清理了 但還有一個問題 從地裡自己找出來的腐朽者 把道路堵上了 馬車過不去 還得把他們消滅 他讓我們與你一起完成任務 士兵繼續說 如果你需要我的幫助 只管開口 這個是什麼 增援 如果埃斯特雷亞是你的同伴 你可以在戰前 戰鬥前抽取一張帝國援軍牌 使用57次後 棄掉該牌 57次 奇怪的算法 又是扶修者 又是扶修者 是要撤退還是要伏擊呢 上次好像沒有救到人 撤退好了 走這邊 是這個 彈塔 這個又是什麼 這個又是什麼 撤離的場景 房屋都空了 只剩一片廢墟 走這些彎彎曲曲的小道很費力 也許你可以去找到馬車 不充點體力 考伯卓恩說 那些農民可能會有些可以買的食物 從這條道路你可以看到那些道路 對了 這個說不定有繼續走的路耶 不能隨便就放棄 又是爬手 現在沒食物 在營地看一下 你走向馬車 飛奧雷的士兵力勝戰力 馬車附在插至流血的傷口 我們會送你 送走你在這裡找到了任何一個人 他解釋 說 別讓車子有什麼麻煩就行了 麻煩就行了 買個食物 三塊錢 三塊錢有三個食物 真的 這麼好 太令我吃驚了 裝備就算了 繼續前進 快速穿越 都沒有遇到 都沒有遇到人嗎 這是城門 空氣中充滿了腐屍的味道 城門的塔樓樹立在你上方 塔樓邊緣 有復旧者留下了痕跡 你走進時尚未向你打招呼 喔喔喔 欸欸欸欸我還沒找完公民 木條封住了 根本沒什麼用 感恩的公民 碰到一群嚇壞了的農民 他們正瘋狂地尋找安全的地方 我們聽說帝國已經放棄了這個城市 要60個也太難了吧 難道要走這邊看看嗎 再買個食物 這個 只能把希望劑拖在 食物上了 最後一個試試看 衝擊 最難的地方 終於終於終於 緊張 發牌人移除一張 衝向扶修者 登 難得又成功了 剩六隻就還好 剩六隻就還好 剩餘五 這個 恩 按 按要 這要按什麼 試試看 有偵察兵 一位嗎 一位嗎 一位偵察兵的幫助嗎 兩位 全都需要用終結 這也真是太奇妙了 奇妙狀況 全都需要用終結 竟然都需要用到終結劑 沒有新的路徑 那代表就這樣結束囉 好吧 那接下來就是 出發 正如偵察兵報告的那樣 扶修者會堵住馬車的去路 現在立即行動喔 我們和偵察兵負責保護馬車 你們負責清理道路 攻擊 是 這不是終點嗎 好像不是耶 所以還有下一個地方囉 尖塔是什麼東西 真的是一個尖塔 腐朽之助 土地變得搖搖欲墜 支離破碎 使用腐壞爆彈進行攻擊 以及這些爆彈能誘補並傷害目標 使用迴避來躲閃他的攻擊或快速 改變移動方向 以破壞陷阱重獲自由 意思是把他趕快打掉 不容易耶 先把一些 先把一些 做完 啊 �� 喔喔喔喔 這個會綁人 這綁人也綁太久了 呵呵又被綁住了 接下來就是麻煩的傢伙 這樣就結束了嗎 結束了嗎 好像還沒 只是打開城門而已的樣子 果然有下一區 飛耀雷隊長對你說你見會的不錯很棒 但這之後還有很多艱難的考驗等著你 如果你現在選擇離開 我發誓我不會責怪你 繼續 上位的偵察兵帶領馬車進入下個城區 並把之前的城門封住 你爬上了城門的塔樓 有一個很廣的地方 中塔 Despair 絕望 塔上看到的城市風景美妙絕倫 當你屏蔽呼吸 屏...屏...屏住呼吸 清掌這美景時 你看到最後一縷陽光在地平線上消失 靠不尊 咬你的肩膀指了指南方的城躲 這裡嗎 最後的避難所 要走到那邊 發白人增加了一組復修者 你看到了最後一道城門 城門的塔樓從老城區的城牆一直伸向南方 直線嗎 喔喔喔喔好多 你堅固這個場景嗎 讓你看這橄欖蔓延的城牆時 考伯卓恩說道 帝國怎麼讓這些人受這種苦難 他咕嚨到 然後拋棄所有需要幫助的人 發白人向牌庫中添加更多復修者兵種卡 你看到一小處 光亮在城外的地平線上升起 一道兩道三道 帝國士兵 考伯卓恩估計道 他們正在準備燒了城市 我們必須讓公民安全 希望還來得及 城裡到處都吸煙 直嗆眼睛帝國要用火燒 滅這場瘟疫 你加緊了速度 所以 俗意 打敗 準備 繼續 接下 每個都會有一個 痛苦 痛苦 苦俯修者 麻煩 的傢伙 我還有什麼可以介紹的嗎 沒有 上 上 了 笑 笑 好險好險 不容易耶,越來越難了 隨著部落的失敗,鎮上的人都湧向農民 他們非常感謝你的保護 轉這麼快我也不知道會轉到什麼 食物 終於是食物了 救了我個公民 繼續前進 火燒殘壁 它是在地上 它會被捕捉 但不像這樣 不像這樣 不像這樣 隨著一聲可怕的巨響 你身旁的建築物被炮轟倒塌 這是炮轟的感覺 大羅在你面前倒了下去 炫石瓦莉滾破到了街上 烤伯卓恩用眼睛擋住火光 快點,我們必須找到另一條出路 我們調過車頭尋找其他出路 那裡燒起來咧 街上 老鼠 火熊之谷 好多 好多 嗯 我數一下 五個 這個好像 又燒起來了 難道一定要走那邊嗎? 河水泛著有毒綠色 氣味冷的人只反胃 順利通過沒有發現情況 走這邊 飢餓的窮人 抗亡會更加進行 而你的機會變少 告訴他們是提供幫助的 沒有動 小孩嗎? 可是要有八個食物才行 唉呀 有點麻煩 沒有八個食物 這樣就 這樣就 一定不會通過了 嗯 現在離開吧 沒有食物根本就不行啊 帝國聯繫人 我會帶你離開 你在帝國軍蟹庫 拜訪聯繫人 如果你來找我幫忙 你一定是遇上大麻煩的 他一副知道那錢的樣子 咧嘴笑著說 告訴我 你在找誰 我會看到 在唯淨物品的庫中 可以找到的東西 什麼話是什麼 昨天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領主之冠 算了 算了 呃 還是不行 一樣有八個食物 他才願意跟我們走 喔 這裡又燒起來了 本來就已經很難走了 沒有其他可以拿到食物的地區嗎 又來了 打敗 繼續 接下來要靠我的閃避能力了 盡量閃過那些 呃有點強大的痛苦 哈哈 痛苦腫 有四隻欸 真是麻煩 現在有那麼多隻 沒有其他人 你還沒抓到 我會被加了 你 你還沒抓到 抓到 我 你 這個痛苦種跟強大的那一種不一樣 這種還好 感謝我的保護 失敗 這樣都能失敗 呃 感謝英雄農民 繼續 看來 孩子這邊應該是沒辦法湊齊60個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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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 呼呼 忍吃力 沒有錢有裝備好像也沒什麼用 感恩的功名 沒有食物就只能 犧牲生命了 這裡有失落的寶藏 什麼東西 這是一種奇妙的 寶藏已經做了自己的盡力 把這世界的奇妙和奇妙的盡力 但還要有強力的 嘗試找回他 巨魔又死 爪子因其力量而無敏 你必須要快 恩 進去 裝備 裝備 被激怒了 痾 思考一下 哎呀 失敗 我還以為可以碰到的 剩50滴血 恩 沒有食物啊 沒有錢 沒有錢 沒辦法買食物 賣 可以賣嗎 不行賣 好吧 好吧 這一關就是強制 這樣 是好 偵查報告 無限 中間是無限的標誌耶 空氣中充滿屍體腐爛的味道 街道上全是感染瘟疫的人 繼續往前 你偵查到另一股腐蝕力量正在夜晚 激進城門時 一股帝國 偵查兵從隱身處現身 悄悄來到你身邊 我們必須提醒你 其中一個兵壓低聲音說 如果直接開戰的話 我們沒有那麼多兵力 別把他們從這個區域分散開再打 你感謝這個偵查兵的提醒 繼續前進 確實是 卡拉斯能夠打敗我 但要很清楚 這不是因為他是我的超級 而是因為我擔心了他 我把他批評了 我把他批評了 沒想到他會跟著他 擊退敵人 啊 糟糕 沒有失誤的情況下 還要這樣子嗎 這樣子最最最快的方式就是這個 擊退 繼續嗎 剩下的就算 就算沒有也OK啦 接下來簡單啦 現在只是要 盡可能的不要損血的情況而已 這就是沒有食物的悲哀 這就是沒有食物的悲哀 就是這樣 這就是沒有食物的悲哀 接下來有 還有幾隻啊 我要盡力的保 保存我的血量才行 喔 怎麼了嗎 喔 拿到0 好 再打3隻 感恩 感恩的商人 缺金子的話 OK 賣裝備了 我很需要 先賣掉一些不需要的裝備吧 可是好像金額也不多啊 就是好像這樣 就是好像這樣 我需要買食物呢 沒有食物是不行的 接下來 又是這個 這個先撤退看看 換這邊 喔 是火 剩兩點食物而已 剩一點食物 剩一點食物 最保險的就是這個了 最保險的就是這個了 伏擊 是火 那是火 有火 那是火 又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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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 每次都緊張了一下 每次都有這樣的 攻擊人數好像都差不多 都是一個恐怖加六個一般的 攻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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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剩八個人 哎呀糟糕 糟糕啊 很糟糕啊 剩八個人但是沒有辦法 有多的血量 這個是什麼 嗯 復修者的哭鬧時 拒絕殺死窮人 就是會變敵人 他果然變我的敵人了 不管 試試看 呼呼呼 在找我 敵人 嘲笑 Yeah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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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喔 害我有損失的血量 喔 食物 喔 食物 喔 八點食物 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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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最後的 往這邊走沒錯吧 謝謝你 真不知道還能為老城區的人們做些什麼 聽 城門外傳來一個聲音 你轉過聲看見一隊 帝國軍正在穿過城門 根據國王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離開老城區 飛奧雷上尉 你馬上去皇城報到 他們的上尉命令到 對 哎呀 打人的話應該要 應該要用 應該要用什麼好呢 這個 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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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次看用重錘嗎 感覺不好打 飛奧雷 飛奧雷上尉 不屑底 不屑底 對著擋住城門的 年輕長官喊道 這些人沒有被腐蝕 他們只是想去往安全的地方 無論國安有沒有命令 保護他們是我們的責任 士兵服從 只會算什麼兵 國王發布了命令沒人執行 帝國的秩序何在 年輕的長官驕傲的反駁 接著說 根據國王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離開老城區 飛奧雷上尉 掏出手槍 正在恐懼人難民和國王的命令中間 說 我不會放棄他們的 是 多一點幫手 我需要幫手 這次 要非常小心我的血量 不能因為努力那麼久 卻死掉 那就 那就掰掰 浪費我的努力了 那 斯特林上尉 他收到了來自老城區的懇求 但並沒有任何表示 命令始終是命令 上尉 身穿盔甲防禦力強 普通攻擊對其造成傷害力低 用特殊攻擊來打破他的盔甲防禦 我會爭執拗命 不殺 我決定了 我決定了 這就是這樣 就好 就要做 好 你 你 你 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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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量不多了 先把一般兵幹掉再說 好 最後一個是在哪裡 還好血量還在 差點擔心就這樣 白白浪費時間 閃亮亮 閃亮亮 國王下達的不公正命令 讓往後數量增加 什麼意思 菲奧雷尚未說 裡面有種病態的東西在生長 他停下了他的思考 一本正經的看著你 帝國需要你這樣的人為他服務 你已經集結了士兵艾斯特雷雅 耶 打開 這就是你不同的地方 沒有問題 卡拉斯會不會解決到死 但你卻顯示慕 你卻顯示慕 慕斯 慕斯 可以 金金術師 易逢的小屋 什麼東西 帝國中彈 射手克星 好奇怪的名字喔 有一些奇怪的東西 皮夾 圓水市長 士兵 再打開 雷斯加地震 盜賊同火 哇閃亮亮也不知道是什麼 打開 香砍全帳 又一個奇怪的帳 終於 這一次因為要一直 收集 難民 所以 花了比較長時間 哈哈 嚴格考驗嗎 所以後面這幾個更難嗎 喔 名字 咦 名字 這不是塔羅牌 的名字嗎 倒掉人啊 哈哈 沒關係慢慢來 雖然有幾個還沒有變成金色 那 今天的話 我就先玩到這邊囉 如果有任何想對我說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期影片